两个大大张印再再证明 时任榆林县长张荣卫 对于李嘉芬家族 申请要将非都市土地变更为矿业用地 很熟悉 民国九十年到九十一年间 短短一年内积极连送两次公文 速度之快就连时任议员都看不过去 民国九十一年地方媒体用头版报导 时任县议员罗玉清爆料 土地变更审核这么快 是因为云林县政府用目测快速通关 但如果按照正常程序 光测量土地这个环节就相当耗时 两到四人一组前往测地 要先引用资料在地上设立土耕点 之后架设全测站经纬仪 洞三六洞 无线电护叫对方 确认机器设置到位 就能开始测量土地建筑物 之后回公司再把资料传进电脑整理 若是农木用地 还要测等高线及水准测量 步骤更繁琐 到我们的土耕测量跟地上测量完成 至少应该要到半年左右的时间以上 目测应该是不会有 那早期的部分 其实如果在经纬仪之前的话 就是用平板去测量 在106年之前 变更地幕相当耗时 要先写新办事业计划书 附土地资料变更说明 水保计划等等 测地资料也在第一步骤就要完成 之后写开发计划 送交县府核准 最后再由地震局变更用地 来来回回地震市透露 至少要花三到十年以上才会过关 不过来说有目测 这个真的是讲不通的 讲不通 除非真的是 他有的诠释很大 我不知道 县府对于过去做法 不愿意多做回应 变更地幕速度宛如大火箭 当时县长张荣卫 当时开沙石厂的议员李志贵 是如何推动这桩变更案 所以是历史 还是应该给个迟来的交代 三星五唐翔联邦新北报道